全球的晶片厂是主动把他们的资料给交上来的 这是美国的商务部 先前要求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厂商 必须把这个相关的资料交上来 因为他说美国现在很缺半导体的生产 已经造成了经济危机 还说这各大厂最后都不是威胁 是他们自愿交上来的 这些资料绝对没有强迫 但问题是你相信吗 好那在台积电的部分 在9号的时候已经宣布了 跟Sony合资要在雄本设厂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说 汽车跟电子产品的晶片生产荒的问题 恐怕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24年 拜登政府为了解决晶片供应链危机 要求全球半导体大厂交出资料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 这攸关美国国安问题 至于大陆认为美国要求台积电交出资料 是勒索机密信息的行为 更认为美国可能用这些讯息来制裁北京 美国商务部长认为这个说法相当可笑 至于南韩的三星以及SK海力士 虽然也在最后一刻交出资料 但都只交出非敏感资料 三星甚至连客户资料跟库存数据都没有提交 而台积电在9号公布 与Sony合资在雄本社厂 提供22奈米到28奈米技术生产晶片 主要用在汽车到家电等广泛产品 将于2022年开始新建 2024年进入量产 但华尔街日报指出 台积电在雄本社厂 不会有助于解决目前冲击汽车 和电子产品生产的问题 因为这些成熟制程晶片利润为薄 且面临需求衰减的风险 投资在这些晶片上的资金 只占全部资金的六分之一 这场全球晶片荒 至少会持续到2024年 记者廖晚云报道 美中从晶片大战 科技大战 然后一路到了贸易战 现在还有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抗衡 拜登最近想对抗中国 要推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但问题来了 美国真的有钱吗 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拜登有这个计划 就是在明年一月份的时候 要来宣布在全球投资 5到10个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 作为当时在G7的时候提出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 就是简称叫做B3W的计划 那么为了就是要抗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B3W的计划是在2035年之前 要为开发中的国家 美国说他们要提供 40兆美元的基建投资 美国也会向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 包括股权 贷款担保 政治保险等等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就被问到了 美国的这个B3W的计划 是不是主要就是想要来抗衡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呢 他也做出回应 他说呢 全球的基础建设领域 合作空间很广 各类的相关倡议呢 不存在相互抗衡 或者是所谓的彼此取代的问题 汪文斌说 世界需要的是搭桥 而不是拆桥 是互联互通 而不是互相脱钩 是互利共赢 不是封闭排他 也希望呢 美国啊 不要每次只是说说而已 这预算呢 好像也只是给大家一个数字 希望美方呢 实实在在的行动 推广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振兴 那么环球时报呢 也报导 他们访问了 中国社科院的 美国研究员吕翔 吕翔认为呢 这个所谓的B3计划呢 可能只是拜登啊 想要拉拢一些国家 来抗衡中国 而画出来的一张大柄 首先他怎么分析呢 他说 美国声称啊 像全球这个大规模的基建 你知道 有建设就要有什么 就要有钱 钱从哪里来呢 而且这笔钱 肯定不是小钱 资金来源非常的困难 那么拜登呢 最近才通过了 他的一个这个基建法案啊 其实为了要推动 美国国内自己的基建法案 他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了 资金的规模呢 原本设定是三兆 那因为真的没钱 所以最后降低到1.2兆美元 主要就是 美国就没这么多钱 可以来基建嘛 好终于这个法案通过了 拜登之前也想过很多方法 从哪里找钱 甚至呢 还把脑筋动到这个加密货币上 说以后这些加密货币要收税 结果最后呢 发现这些方案都不靠谱 最后资金来源 钱怎么来呢 还是靠取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美国对于 对外说要输出这个大笔的资金 帮助开发中国家进行基建的可能性高吗 聊天室大家键盘准备好了吗 来跟大家做个互动 你认为美国真的会信守承诺 来帮助全世界基建的 世界会更好 帮我加1 如果你觉得如同专家所说 美国恐怕只是在画饼而已 帮我加2 刚才说到的B3W计划 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 接下来一针来跟大家说明 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计划呢 告诉大家 这还不是美国自己要做 拉帮结派统统一起来 我也不知道这些G7的会员国 是大家真的都这么的团结 愿意跟美国一起来 实现这个B3W的计划吗 美国的盟友 对 美国还有多少信心呢 好这要从今年6月份开始说起了 当时呢 七国集团就G7 美国加拿大 英法德意大利日本 好七国的领袖就宣布说 我们支持发展中的国家啊 一定要来基础建设啊 进行这个全球基建的计划啊 所以当时就取名叫做 为世界重建美好未来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B3W计划 听起来很美好 但如果你要想到 那钱要从哪里来 这些国家要掏钱出来吗 还是呢 要基础建设的国家 自己去找钱呢 好总而言之 还是跟美国来借钱呢 预算40多兆美元 说是要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 这个基建设施的需求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专家怎么样来分析呢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 Jennifer Hilton 他认为呢 中国 首先他比较了美国跟中国版 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因为地缘政治跟经济 两方面的考虑 所以去驱动的 透过呢 一带一路的投资啊 中国大陆可以支持 有利于他们自己贸易路线的运作 加强跟合作伙伴之间的 经济联系 建立政治关系 那么同样的B3W 是不是也要被视为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回应呢 那这些国家是要选边站吗 有办法真的共存 然后呢 让国家更好吗 华盛顿邮报甚至形容啊 把这个B3W形容说 这是拜登提出 挑衅性的一个提议 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呢 针对中国不断升级行动的一部分 尽管呢 G7的成员国啊 都认同需要一个 替代一带一路的方案 但是呢 其实真的 也都还没有完整的共识 因为呢 每一个国家 大家想的不一样嘛 这些国家分散在世界这么多的领域 倡议的地理重点 意见当然就不同 像是德义法三国 他们就希望呢 支持在这个非洲的活动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 他想推动的就是 中南美洲 还有亚洲的计划 那日本呢 心里想的是印太地区 华尔街日报就认为 有一些欧洲的领导人 甚至呢 不愿意跟中国唱反调或作对 那CNN在报道当中 其实也有提过 G7当中呢 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就不愿意冒着 可能跟中国会撕破脸 这样的风险 然后呢 跟美国达成统一战线 简单来说 把话说白 就是呢 不想表态美中之间 不想要选边站 好 说到了美版的一带一路 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么八年前在中国 习近平所提出的 一带一路的发展 所谓的一带一路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 好 丝绸之路 经济带 好 这是一带的部分 就是呢 画出了红线的这个部分 连接串联的是 亚太中国 中亚 一直到欧洲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一路的部分了 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呢 我们看到 在蓝色的这个部分 好 会连接的包含了 中国东南亚 然后呢 一直到南亚 中东北非 一路串联到欧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2013年的 9月跟10月 他提出了这个 国际合作的模式 好 一带一路贯穿了 亚洲 欧洲 非洲大陆 连接了东亚的经济商圈 还有呢 欧洲的经济圈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在2013年倡议之后啊 已经发展了八年的时间了 到目前为止呢 163个国家 投资超过 8,430亿美元的资金 主要呢 造桥铺路啦 或者是建设港口啦 盖医院啦 还有铁公路 跟高铁等基建 那么就像是今年啊 12月2号 就是即将在下个月 要来通车的 中寮铁路 中寮铁路呢 就是一带一路 发展的项目 中寮铁路哦 全长呢 是1000多公里哦 2016年12月开工 北起 中国昆明 南治 辽国万象 你知道通车后 会有什么样的 突破性的影响吗 通车之后呢 从永珍 到中寮的边境 以往哦 车程要两天 如果呢 通车之后 直接缩短到 三个小时 不论是 这个 货物的运输方面呢 都变得更加的便捷了 贸易当然会 更上一层楼 另外呢 就是10月底 塞尔维亚总统呢 武器齐 他当时呢 会见了王毅 武器齐当时 还提到说 中国是塞尔维亚呢 最可靠 最宝贵 最伟大的朋友 塞中 他还强调哦 有着钢铁情谊 所以呢 两国在 共建一带一路的架构之下呢 他们在加快啊 现在要推进叫做 凶赛铁路的基建合作 那么根据呢 一带一路的官网 截至 去年的12月中 中国已经跟 138个国家 31个国际组织 签了202份 共建一带一路的 合作文件 牛津商业集团 就计算了一下 截至2020年 一月为止哦 全球已经计划 或者是正在进行当中 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呢 一共有2951个 总价值呢 是3.87兆美元 那么一带一路 这沿线的国家呢 获得了这个 巨额的资金 还有一些基建 所以呢 跟中国的贸易往来啦 进出口啦 都更加的方便 但是呢 当然也有报导质疑 一带一路也让一些 贫穷国家陷入了债务 像是2017年的12月份 斯里兰卡就因为 还不出贷款 所以呢 只好把南部的 深水大港 汉班托港 这个港口呢 租借给中国99年 美国的前副总统 彭斯在2018年的 iPad会议上 还批评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以不透明的贷款 导致一些国家 陷入高风险的负债 讽刺中国一带一路是 数付贷 是不归路 那么环球时报当时也发表了 社评啊 就回应说 美国你们自己跟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才是被诟病最多的吧 因为呢 喜欢干涉内政 很多呢 想跟美国人谈条件做生意 条件附加上 都是政治性的 那么2020年 就是呢 从去年到今年 美中贸易战冲击 然后呢 中国投入一带一路的资金 其实的确是大幅减少的 波士顿大学的 全球政策发展中心 有一份数据显示 2019年 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 跟中国的进出口银行 海外贷款是 40亿美元 远低于2016年 750亿美元 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工人 没有办法回到海外 继续呢 进行这个一带一路的 海外基建 所以呢 有很多的项目啊 就是暂时停工 包括了像是 印尼亚加达的 这个万龙高速铁路啊 马来西亚投资的 这个东海岸的铁路啊 等等都是因为呢 工人没有办法到位 所以呢 在疫情期间 一带一路的重心 现在其实也逐渐 转向疫苗外交 中国跟40多个国家 在疫苗上 持续的保持合作 只是呢 最近跟美国走很近的 澳洲 也用了一个理由 封杀了中国的 一带一路 今年4月份的时候 澳洲的政府呢 他们就引用了一个叫做 外交安排政策法 就是呢 只要呢 以前不论 不论是怎么签的 什么样的政策 不符合澳洲的 外交政策 他们就可以取消 这项政策 就是我就不认账了 好 所以呢 澳洲政府就取消了 维多利亚州跟中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计划的 两份协议 结果当然就引发 中方的不满 中国就怒呛说 澳洲你们又在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呢 就宣布哦 好 那即日起呢 暂停中澳 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 一切活动 中国的驻澳洲大使馆 也形容说 澳洲的决定根本是 又一个 无理挑衅的行为 也显示出 澳洲根本就没有诚意 想要改善 对华关系嘛 因为呢 澳洲不只是 对中国大陆不守信用哦 同时呢 取消的还包含 维多利亚州呢 在1999年 他们也跟 叙利亚签过一个协议 2004年跟伊朗 也有签署过一个协议 这两个协议呢 主要是有关于 科学研究 还有教育 合作有关的 那么澳洲的这个 外交 安排 政策法 是在 2020年的12月 开始实施的 这个就是授权 给澳洲的外长说 检视所有澳洲呢 各个州政府 大学机构等等 跟国外政府的协议 如果 外长认为 这些协议呢 违背了澳洲的外交政策 损害了澳洲的外交关系 就可以取消 那你这样看来 这不等于给澳洲 一个明目张胆 反悔的签约吗 那这样以后 大家还想跟澳洲 有这个往来吗 聊天室来做一个互动 你大家觉得 澳洲以不符合外交政策 就退出一带一路 合理的加一 你觉得不认同的 帮我加二 或者是加三 留下你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一直放话 抗中 拜登自己也知道 所谓的抗中呢 还是得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美中贸易是不得不谈的 路透社最近有一个消息了 习近平跟拜登的视讯会议 真的要举行 时间点 日期虽然还没这么明显 但是呢 已经敲定了 下周就要来举行了 预计将会是 拜登跟习近平 第三次的对话 不过呢 两个人视讯会议的这个日期呢 是还没有确定的 白宫跟大陆驻美大使馆呢 都拒绝证实 只是呢 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啊 美国国会议员 搭乘军机来台访问 再度挑起了两岸 以及美中台的敏感神经 大陆的官方是强烈的抗议 那现在呢 也让美中关系 已经够紧张了 又再度升文 中美元首视讯峰会的时间点 一直是媒体关注焦点 在路透报导 拜登习近平最快下周 开视讯峰会之前 白宫的回应相对保守 所以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在建议中 与众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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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报导 美国不期待 这次视讯会议 可以达成具体成果 其实两国从新冠溯源 大陆核武发展 到两岸问题 都需要高层面对面讨论 而这次视讯会 消息释出的时间点 刚好是美国参众议员 搭军机访台 引起陆方强烈抗议 11月9号 美国国会议员 乘坐军机 串访台湾 我们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台湾是中国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正告美方 立即停止挑衅行径 立即停止一切 导致台海局势 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 不过对于拜登习近平 两人会面的时间 两国官方尚未证实 但事实上大陆方面 显然对拜习见面相对冷处理 分析也指出 拜登急于跟习近平 在年底之前见面 因为拜登正面临 内政外交双重危机 为了挽救国内下滑的 民调支持率 拜登必须与习近平达成共识 促成中美贸易谈判 持续进行 才能对美国目前的供应链危机 釜底抽薪 成功解套 记者张力报道 美中的这个视讯会谈呢 美方只有 很这个roughly的说 可能会在年底前进行 那到底年底是什么时候呢 是11月还是12月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今天也做出回应 今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两次应约 同拜登总统通电话 两国约属同意 继续通过多种方式 保持经常性联系 目前中美双方正就 援手会晤的有关具体安排 保持密切沟通 但是呢 尽管说已经要来视讯会面了 但是呢 这抗中力道啊 美方是丝毫没有减少的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呢 会继续实施前任总统 川普时代的政策 就是呢 禁止美国资金投资 大陆军方拥有 以及掌控的大陆企业 他说呢 这个理由是因为 大陆逐渐利用美国资金 来发展军事现代化 拜登呢 是在给国会众议院的 议长裴洛西的 这份信件当中 明白的提到 他说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是利用了美国的资本 协助呢 其军事和情报等 安全机构发展跟现代化 这持续让中国直接威胁到 美国本土和海外的部队 拜登所延续的政策呢 是前任川普 在2020年底 依照行政命令实施的 那么目的是在 嚇阻美国的投资公司 以及退休基金 购买被美国国防部 指定为大陆军方支持的 大陆企业股票 美国最近呢 也非常的密切的 在关注大陆的军力发展 美国CNN就报道呢 大陆003型的航空母舰 主要的外部构建的 安装工程呢 已经快要完成了 最快是2022年就可以下水了 那么美国国防部呢 则预估这一艘 大陆国产的最新型航母呢 这个性能可能会超越 美国的现役航母 大陆003型航空母舰的 主要外部构建 安装工程已经接近完成 最快2022年2月就能下水 这艘航母是停在上海 江南造船厂装舰 最新卫星照片显示 即将完工 华府智库报告指出 大陆003型航空母舰 跟过去两艘 苏联时期技术的航母不同 比较美国航母采用的 弹射系统 003型航母排水量 高达10万吨 不过跟美国航母 所采用的核动力技术 003型航母采用的是 传统蒸汽推进器 美国不只关注大陆最新的航母建造进度 针对大陆在新疆建造的 美军航母模型标靶 美国国防部表示 大陆正大量投资在空中和海上力量 以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国 我们的考虑 我们的考虑 是越多僻确实 相不足以夸空的 优优独的 中国人的西方 和中央印太地区 和中央印太地区 甚至に 利用的 工资料 在世界上 优优独的 或许多з国内 和其他的 而在其中央印太地区 最好处理 上个月中俄军演 大陆出动国产万顿驱逐舰南昌舰 穿越日本海 美军在军演之前 就出动超级巨舰米格尔基斯 停靠日本冲绳长崎等地 进驻美军日本基地 被媒体分析是要制衡大陆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延续并强化前任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 继续拉拢盟邦围堵大陆 但在中俄多次联合军演 秀肌肉让美日同盟大吃一惊后 中美双方军力在印太较近层级 无疑将继续拉高 记者张力报道 中国大陆也做出回应了 希望美国不要一直拿 新疆或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航母标靶 来做炒作 倒是美中台的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 美国的海军部长戴杜罗 先前在亚斯本会议上的时候 有提到说 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他说中国以和平 或者是军事手段 接管台湾的意图 是对美国的经济安全 以及全球经济不稳定 最严峻的影响 这个媒体就提出分析 认为 那你这个美国海军的意思是 不乐见武统 也不接受合统吗 那么接下来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就分析 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美国可能是把台湾推上代理人战争的最前线 讲政治跟战略层面 有两个因素使得 他们其实面对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呢 总是觉得说 操支在他 如来佛的掌心 一个就是台湾走不掉嘛 你就是在地缘上 你就是隔个台湾海峡而已 历史上都是如此 现在是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你跟美国就隔个大溪 这个太平洋 你隔个跟日本就隔 隔的就是整个 这个第一岛游链这样距离 第二个 中美之间的权力消长 对不对 经济军事各层面 是在变化中啊 虽然有些很快 经济面 有些持续的慢慢的变化 像军事 当然你就看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立 这个中国的国立报告书 里面都提到 好像他已经来势汹汹 如果来势汹汹 美国就更没有意愿 来去在台海当中 台海战争当中去介入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这样也会损伤很 是啊 因为两个礼拜前 一个就是民主党温和派的议员 想说要提一个法案 要授权给总统 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武力 去介入保卫台湾 结果民主党的前进派的议员 很强哦 很强势的 反对 你就为什么要介入到 另外一个战争 你跑较快去啊 而且如果又是川普 川普回来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说 万一2024回来 不是这个拜登24 共和党怎么办 那美国刚离开一个20年的战争的泥造当中 他会再进入另外一个战争吗 而这个战争要去跟有 美国认为他十年之后 有一千颗的核子弹头 去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真的就是想象的 对哦 因为过去美国跟苏联 的那种关系是绝对的零和 意识形态对立 经济社会完全没有往来 是不是 而且各自都扩张 不断在打这个代理人战争 美国人都自己吓到要去挖地洞 做那个防空洞 怕哪一天核子弹打来对不对 但是美国跟苏联 在冷战期间 有发生直接冲突吗 不要说核子战争 连传统战争都没有 因为他就怕嘛 就是怕一旦冲突会扩大 就变成直接的这种核武战争 所以他透过都是在第三国 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啊 阿富汗战争也是如此啊 中东的所有的这些战役 柏林 对不对 甚至连那个最早期的韩战 这都叫代理人战争 各位 美国现在就是要把台湾 变成代理人战争的场域 美国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今天一架这个军机来到台湾 再度的引发了 美中之间的高度关注 美国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柯宁等六位国会的参议员 再加上随行的军官助理 等等十多人 就在九号的时候 搭乘了军机抵达了台湾 然后会见了蔡英文 那么大陆外交部 在十号下午的记者会 继大陆国防部国台办之后 再度的向美国提出严厉抗议 美国立即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少数台独分子和外国政客的拙劣表演 不过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几道杂音 自豪改变不了全世界180个国家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局 那么生前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提前结束了首相任期的安倍晋三 最近似乎有强势复出的态势 包括安倍有望担任自民党最大派系系田派 下一任的总会长 那么此外 安倍也担任了跨党派的青台组织 日华议员肯谈会的顾问 那么现在日本媒体还指出 安倍在计划访台行程 很有可能是明年就会成行了 那么报道指出 日前目前的首相岸田文雄 还有新任的外务大臣林芳正 同属自民党的洪池会 那么尤其林芳正 他担任的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 也被外界视为是亲中派 外界就分析了 安倍计划访台 除了说要钳制岸田政权的亲中派 另外一方面也是跟林芳正的嫌隙有关系 虽然说过去安倍曾经启用林芳正 担任用他 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跟文科大臣 但是过去安倍家族跟林氏家族 在地方上互相争夺已久 也造成了双方其实很难真正团结合为一体 甚至林芳正最后还被迫居于下风 那么林芳正这一回被现任的首相岸田 提拔为外务大臣也让安倍的势力倍感威胁 大陆的国台办呢 日前也公布了一份名单 点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那榜上有名的苏贞昌 她说呢感到光荣 倒是国台办就批评 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那么至于外界就很好奇 那为什么蔡英文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当中呢 国台办也做出回应了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大陆国台办日前公开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台独顽固分子 将立法惩戒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陆港澳 也不允许关联企业和金主再入牟利终身有效 对此苏贞昌等人说感到光荣 国台办重话批判活力全开 这笔账是有据可查的 赖也赖不掉 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外界好奇为何这份名单内 没有政府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 甚至未来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后续人选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勾结外部势力谋求台独 为以修宪等手段谋求法理台独的 首恶分子及金主等 都必将依法收到严惩 而美国参众议员9号搭乘军机来台访问 再次引起大陆官方不满 国台办法人朱凤连呼吁美国议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另外今年以来大陆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已经超过700架次 朱凤连强调台独挑衅一日不止 他还紧张一日难缓 记者叶维林渝一北京采访报道